印度和巴基斯坦 尽管巴基斯坦一直在表达与印度和解的诚意,但印度根本没有把巴基斯坦的善意放在心上。 相反,他认为巴基斯坦害怕自己。 我们都知道,印度现在是第四大军事强国,但是印度在军事技术上落后,所以,他们自己造的武器很少。 印度的大部分武器,都是从国外进口的,俄罗斯是印度多年来最大的进口国。 印度在购买军事武器方面非常乐观,只要他增加军事实力,他就会花很多钱买很多武器。 因此,印度是俄罗斯最大的黄金竹。 我们知道,自苏林杰提以来,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武器,因此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,而且它是继美国之后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。 但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不好,印度从俄罗斯购买武器,可以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。 对于印度来说,他们不差钱,不同的是军事武器,所以,他们是互补的关系。 在美国看来,利益是最重要的,因此没有永久的朋友。 印度作与巴基斯坦的空战失败后,一直计划从国外购买战斗机。 美国永远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,所以为了吸引印度,美国在航展上展示了最新版本的F16战斗机, 并表示如果印度将订单移交给他们,他们会把无人机最先进的。 作战计划交给他们面对这种诱惑,印度自然会虽然同意。 但在巴基斯坦从美国购买大量F16之前,印度一直试图让巴基斯坦独立,但别忘了巴基斯坦仅有重要的盟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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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